拿不拿奖对我来说不重要 主要是这一次旅程 我一直说我是东北载头云木花道 所以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天才 但其实我是一个运动型的一个白痴 但是我为什么会来到联盟 就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 无论你是不是白痴 只要你敢于去运动 你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菜鸟逆袭的 来之前我是说的 无论摔倒多少次 我都要爬起来继续向前 其实毕竟刚刚讲的时候我蛮有触动的 我运动只想给大家带来开心 因为我没有什么天赋 我的天赋都给摇成了 给我了